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产品经历 就是需要大量的创新 我觉得一个产品三要素 第一个就是要酷 酷就是要创新 然后如果你没有这个创新感的话 用户是不会下你东西的 第二重要的就是技术 技术太重要了 我觉得如果想赚小钱的话 靠的是强的运营能力 如果是赚大钱的话 你得靠运气 这种大牛级的程序员 他是一笔百的 我觉得运气是第一 首先你遇见他 然后第二你就拉下脸去磨 我们当时磨我们当时 就是最牛的一个程序员 就快下跪了已经 说出来还挺心酸的 但是就求嘛 因为人家那种人是无欲无求的 他之前是在程序员的 挣了很多的钱 然后后来他回西安了 他是清华毕业的 中国最厉害的前十位程序员之一 但是他就被我们这个点子打动了 说好啊 那我去你们公司待个九个月一年吧 看看咱们能做个啥 然后后来就像这种人就过来了 这真是为了理想 而不是为了钱 普通的这种人 你要是拉他加你的团队的话 那就谈条件呗 这很简单嘛 谈钱不伤感情 你把条件摆在那儿 条件包括软件和硬件嘛 如果人家愿意来的话 你就来了 不来就不强求 这就是人才 真的 如果大家手边有一个稀缺的人才的话 大家学学了那个刘备 去八顾茅庐 哪怕给他下跪了 你就把他弄到公司里头 这是值得的 首先我们是做社交的 做运营的这个人 要跟技术 然后还有市场 然后还有做产品的这个人 是一个对接的这么一个口 特别重要的一点 比如说克佛这块 必须找一个特别有经验的 然后有上进心的 然后有耐心的这么一个人去 还需要我吗 还需要就是一个出来 和大家来交流的这么一个人 我要去跑渠道嘛 对吧 比如说百度 然后其他的这种渠道 都要去跑 你要把这个关系建立好 我觉得做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团队 基本上就四个人 就是最主要的嘛 这四大块 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 要活着 因为我们都是要吃饭的嘛 对不对 不要以为你这一个产品 就比如说你灵光一线 想出来这么一个产品 就肯定能活 一定要在你这个产品的demo的阶段 比如最初的一个 最烂的一个版本 你就把它放到那个市场上去 让市场去检验这个东西能不能活 如果能活的话 你就继续做 赶紧迭代 如果不能活的话 撤了 再重新开发一个产品 最初我说要喜新厌旧 喜新厌旧不是说啊 我今天喜欢这个 明天喜欢那个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你要有这个勇气和胆量 去放弃 这样子的话才能更好地活的 就像我们渐渐 虽然做了三四十万用户 但是我们还是放弃了 因为觉得活不了了 这个是我们在各大平台上 被骂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说老娘还要午休呢 为什么没有中午的时间 如果你愿意玩的话 每隔一分钟让他想一次 每隔一分钟就是一个不同的人 有些用户在最开始的时候 特别新奇就觉得这个东西 他就每一分钟都设一个闹铃 连续听一百个闹铃 联系了一些妹子或者帅哥 聊了一些天 第二天他觉得腻了 他就再不用我们东西了 就完全不把这个当成闹铃用了 你知道吗 我们为了规避这个问题 就把这个时间设定成了四点到十点 这个阶段就是在睡觉嘛 对吧 或者是在上班的路上 大概除了闲的无聊的要死的这个 你不会去一分钟调一次听这个声音嘛 所以说我们还是把它做成这么一个闹铃 我不想让它变成一个广播 就这么简单 作为一个对社会有责任的这么一个成年人 我要保护这个未成年人 还有保护大家的耳朵 所以说我不可能让所有的声音都上传上去 因为有些人会传一些非常可怕的声音 或者是没有声音 他录一段空录音就上传了 就这种很讨厌的 要负责嘛 那我们就负责到底 我们现在有两个员工 除了要做日常的一些编程外 他们还要负责去听这个闹铃 我们有两种声音是可以过滤的 一种是分贝特别高的 我不认为它是一个闹铃啊 它是一个噪音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分贝特别低的 这是完全无效的 你叫不起来任何人 所以说这两种铃声 机器自动就过滤了 剩下的铃声 其实每一条也没有多长嘛 它听得很快 这是熟练功你知道吗 它听个几秒钟 立刻就知道这个铃声好不好了 我们这两个兄弟其实挺可怜的 每天早上八点钟起来 听得就是起床了起床了 然后听到晚上十二点钟 回家睡觉 挺可怜的 但是目前我们没有办法 把这个特别不好的铃声过滤出去 只能用人工来想审核 大家知道金测刀吧 金测刀老师给我们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如何零成本获得两百万用货 就是在写我们这个闹铃的 现在我们反正大家省钱嘛 对吧 就不想花太多的钱 这是我们最开始就定下的这么一个 我们给技术花钱 因为我们是技术团队 如果做运营和做营销的话 能不花钱就不花钱 我们主要就是跑渠道 然后还有就是用户的口碑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渠道 也许得做一些改变了 只是通过自己的活动啊 做首发啊 或者是你给用户钱啊 这种很老土的原始的方式去吸引用户 在你的渠道上下up 这慢慢不行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第一个就是渠道 你要做改变 然后第二个就是产品 你产品比有口碑性啊 通过自传播这种是最快的 就病毒营销嘛 自己内部欠有的气质 吸引着用户 这是最好的啊 而不是说你外部做一大堆广告 当然有钱的话你去做嘛 你能完善你的产品 这是最重要的 刚开始上线的时候 我们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 这是实话 我觉得大家都比我有经验 至少比当时的我有经验 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渠道 全部列出来 有电话的就有电话 没电话的有QQ 当时第一个联系上的就是 百度的安装市场 然后后来就是91嘛 就是91的LS 这真是给了很大的帮助 后来就慢慢的 你稍微有点名气了以后 这些平台它自己就来了 你的产品好 这是最重要的 其实平台它自己来了 就不用我去营销它 你的产品好 你就起来了 你的产品不好的时候 你立刻死 这很可怕的 尤其是做咱们这行的 用户来干啥去了 立刻人走茶凉 谁理你了 所以说我们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 尤其是就是突然间从零 然后突然间提到一个高度了 大家都过来关注你了 给你一些荣誉什么的 你反过来一看 其实这些就那么回事 最关键的你还要活下去 有天你死了 没有任何人理你 没有任何人理你 流一滴眼泪 没有 就这么残酷 百分之到十二吧 我觉得可能还稍微高一点 因为我觉得 作为一个闹钟 它是有好处的 它是一个工具 比如说你喜欢这个闹钟 你就习惯它了 如果没有一个更好的 其他的闹钟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换了 就像大家喜欢搜狗输入法 有些人喜欢百度输入法 那我安上这两个 我就不换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日火和月火 是一个稳定的这么一个量 当然这我们需要把它提高起来 就是说目前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去增加我们的功能 区位点 然后把这个再爆一下 反正维持在百分之十 我觉得是个正常的水平 首先就是从产品设计的 方面来说 你的产品第一要酷 酷就是创新 第二就是要极简 你产品千万不要设计的太复杂了 我之前见过一款 它是一个生活类的 打开以后里头有三十个按钮 它把你能想到的所有的生活的东西 全包括了 但是我不知道按哪个 第三个就是要有人性 人性是啥 人性就是贪嗔痴 微信的挣的是什么钱 微信挣的就是你社交的 朋友圈的这个钱 中国的手游的这些游戏公司 挣的是什么钱 手游公司挣的是那些 有一颗屌丝心的富二代的钱 大家不得不承认这些 对不对 我稍微充一个值就十万二十万的 屌丝心的富二代 但是这就是人性的黑暗 贪嗔痴 咱们不是说做什么高大上 咱们就说这个根基的 接地气的刚需 咱们想办法把这些点都挖掘出来 应用到你的这个APP里面去 这是产品设计上 如果你做了十个产品都不行的话 冷静一下去卖衣服吧 卖一会儿衣服 或者卖一会儿电影票 也许你就又有新的思路了 也就是拉不下脸的 我当时和我朋友在街上去发传单 四个大学生 然后我俩 就是一天结束之后 我俩发的 比他们四个大学生加起来还要多 我们就直接冲到那个 高大上办公楼的会议室里面去了 然后说你俩是干啥的 不能发传单 然后我们就说 对不起 我们发的是欢乐和爱 然后当时那个人愣了一下 后来他们那个老总说 来来来来看看这是啥东西 然后就发了 发两圈了 也发两张 我觉得做事情就 低下头 拉下脸 我相信 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即使不成功 也会留下一点 美好的回忆 对不对 老了以后说 老子我年轻的时候 咱们快活过 做过事情 而不是说 天天坐到办公室里面去 然后就那点 paperwork 弄弄 就混日子 这样子 我许多年轻时 as我讨厌 你 我许多年轻时 我许多年轻时